愛美是女人的天性嘛 對不對 誰不愛美 我們如果把自己呢 弄得漂漂亮亮 妳走到哪裡都很有自信 然後 那妳以為 只有一點而已 蛤 只有一點而已 可以再多一點嗎 妳有因為 有 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大概出道的時候 是十六歲嘛 那就開始就在秀場 這樣到處表演作秀 我就遇到了諸葛亮大哥 諸葛亮大哥就告訴我說 哎唷 彩樺妳這個三根比較低 妳要把三根打高一點點 打高可以幹嘛 有這種說法 是 她就跟我這麼講嘛 那我就想說 諸大哥呢 其實呢 她是我們的前輩 而且呢 她這個 講得還滿有道理的 所以呢 那時候我就去問了 身邊的一些姐姐們 說到底這個 要去哪裡打 好 結果那時候是那種 小真美容 哎唷 那不是很多藝人 打完都出問題 就是最後下垂啊 我告訴妳就是這樣子 後來我不知道 我就說好啊 我就去打那個小真美容 就那邊打起來 就整個是高的 會聽起來了 對 就高 但是日積月累下來 年齡開始就是 一直有 越來越多回嘛 妳就慢慢的這個 就會留下來 對 感覺一直水下來 這樣 留下來會變怎樣 會變大隻 蛤 這隻 會變大隻 變大隻 對 哇 什麼 中田是不是很想做 我這隻 比你那隻 還要大隻 因為怎麼樣呢 它就一直水 一直水 一直水下來 就 就地心隱膩嘛 有人打這裡 你看臉會一直垂下來 要怎麼處理 就沒辦法處理 我們只好再打一點玻尿酸 再一直把它停下來 所以我現在非常的後悔 我如果以前呢 我去絨比就好了 對 避勞永逸 對 可是以前不曉得啊 就是說啊 小真美容比較簡單嘛 也比較便宜 如果以前 就是有做了這個之後呢 打了三根 我告訴你真的是 我的通告就接蠻多的 因為五官變立體 變漂亮 變立體了 對 那時候也走這個 聽說也走這裡的運 就越來越順 然後通告也接得多 或活動也接得多 那你醫美這條路上 接下來還有什麼樣 精采的發展 唉唷 我告訴你 醫美我不只是做我鼻子啊 因為我的額頭 是很窄的 我現在額頭是不是 很漂亮啊 有弧度啊 對啊 現在最強 妳以前她是講客套話的 妳這樣去 我好姐妹妳幹什麼 妳比我的額頭 就比以前漂亮 妳看我以前的額頭 我好多吵 哇 很扁耶 很扁有沒有 超人很小耶 但是我大概十六七歲的時候 以前的額頭就是很斜斜的 扁扁的 那時候人家說這個額頭下條 是很嚴重的 就很壞命的意思 然後入命 所以後來呢 我就去抽了我身體的一點點脂肪 打自體脂肪 自體脂肪 然後把這裡打一下 就變得比較膨 比較膨 比較好看 不然妳看我現在的額頭 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樣 這是妳近期做的嗎 還是之前做的 近期做的 近期做的 所以真的是會因為額頭的高度 去改變妳的面向 然後改變妳的運勢 對 那妳會發現現在很多人的額頭 很圓滿的感覺的話 這樣的人其實他是不愁吃穿 甚至會比較屬於 太圓滿也不行喔 所以要適當 剛好就可以了 松田趕快去打 越高越好啊 妳不是 目標 人生的目標就是 坎坪嗎 我倆是坎坪的 我會打 打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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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讓它腫起來 快點 就腫了 對 打一打才腫 腫起來啦